好 那么这种随机森林呢 我们统称为一种集成学习方法 叫集成学习方法 那我们要介绍什么是随机森林 也要介绍一下什么是集成学习方法 随机森林的过程和优势是什么 然后泰档尼克号 我们来看一下随机森林对这个东西预测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集成学习方法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种呢 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或者算法的一种类别 它干嘛呢 集成学习方法其实也是看你是分类还是回归等等 它是建立几个模型的组合来解决单一预测问题 它的工作是干嘛 生成多个分类器 能理解什么意思了吧 你现在只有一个决策数 或者说你现在只有一个普苏维森林 或者说你只有一个K森林 我可以通过多个分类器结合在一起 来进行预测类别 能理解吧 它就是多个分类器 各自做出预测 那么这个预测呢 组合成一个单个的预测 因此由于任何一个单个的分类的预测 那这个随机 这个集成学习方法就是这个思想 是通过多个分类器来结合的 那其中就有一种方式 多个决策数组成的这个集成学习方法 叫什么 随机森林 那随机森林就是一个包含了多个决策数的分类器 并且输出的类别是由各别类别输出的一个重数 而决定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一片对吧 随机森林相当于是有很多的决策数去进行分类 最后分类怎么办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结果吧 肯定是有的数结果不一样 你分为一 我分为零 你分为二 我分为零 是不是有这样的结果 那最后我们就干嘛 投票解决 看这里面大多数的类别占哪一个 你预测 比如说四个五棵树 你有五棵树对吧 现在训练的四棵树里面的结果都是处 就是你这个样本啊 进去的时候这四棵树给你的类别是一 然后有一棵树给你的类别结果是零 那我们投哪一个 最后决定就是他 就是占比例哪个多吧 占比例哪个多 最后就是你的处这个结果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多个角色树去投票 那么这里就一问了 怎么去通过这随机森林 怎么建立一棵角色树 这肯定是有规定的 不能麻木的说 我这里建个角色树 如果说你建立多个角色树的时候 用的都是这些样本 都是这些特征 那每个树是不是一样了 是不是就一样了 对吧 你拿一棵树 好 比如说我这里建立一个决策树 对吧 我现在不设定这个什么master depth 好 我现在觉得建立一棵树 是不是他根据的就是这些样本 根据的就是特决特征 计算的信息 或者说经历系数 信息增益 是不是一模一样了 那你这每一棵树都一样了吗 所以随机森林建立决策树的过程 是有自己的一个过程的 那我们来分析这个过程 重点 就是随机森林的这个建立决策树的过程 是什么样的 随机森林 随机森林建立多个决策树的过程 注意的啊 这里就是随机森林建立多个决策树了 那我们就可以分为一个一个树的去建立吧 我们看一下 单个树建立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其实他这个过程非常简单 只有两步啊 单个树的建立过程 你要把这个过程呢 了解就行了 咱们去建立一棵树呢 好 现在假设说啊 我们现在有N个样本 注意了 我们现在有N个样本 M个特征 这就是我们的现在的总的数据集吧 注意了 看到啊 注意了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样本和特征 那现在我要分第一步 第一步 他首先是对于每颗角色树的一个特征进行筛选 怎么说呢 他是随机在N个 在N个样本啊 随机对样本啊 对样本在N个样本当中选择一个样本 其实就相当于是复制一份啊 就相当于复制一份过来 不是把这个拿走了 他就生成N-一个样本啊 注意了 他是选择一个样本 随机啊 注意了是随机的 抽取一个样本 那注意了抽取 只是说拿过来 那么我这里是不是就有一个样本了吧 接着我看看呢 重复N次 重复N次 什么意思啊 这一步是什么意思啊 单个的决策数 样本数是一样的吧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可能说 这里面有一些样本是重复的 有没有可能重复 有可能吧 你比如说我在这十个数据里面抽一个 对吧 先抽五 因为我不会拿走啊 我还是在这里面 我再抽一个 有可能也抽到五吧 所以你这里面的样本是有可能重复的 样本有可能重复的 好 这是样本建立过程 因为他为了使这个每个数据啊都比较多 每个决策数据比较多 他就重复N次 第二步就是对特征来说的 那特征呢 他就随机 随机在M个特征当中选出 比如说小M个 注意到这个小M是小于这个M值 等一下我们会说这个取值会有哪些选择啊 会说到这个M取值怎么取对吧 M在我们的算法或者在3个论当中取值是怎么去取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M个特征当中选出M的个小的特征 那这样的话 这个决策数建立是不是N个样本和这M个特征 下次再建立第二颗决策数的时候 是不是又随机抽取这个N个样本 是不是不一样吗 特征是不是也不一样 注意了 每次决策数建立是不是都是随机抽取的 那所以最终每一个决策数的每一个特征 每个样本是不是大多数都不一样吧 所以多个决策数对吧 比如说我们建立了10颗啊 一般的这个数呢肯定是很大的 10颗 10颗决策数 比如建立10颗决策数 哎那你基本上的样本啊 特征啊啊大多不一样啊 大多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样本 每一个决策数最后进行分类的时候 它的这个分类结果或者说建立这颗数 就建立这个数是不是不一样 对吧 哎这就是决策数建立过程 那么这里面一定要注意的 它有个特点 叫什么呢 叫随机 有返回的抽样 什么叫随机啊 是不是就随机抽一个吧 对吧 相对于这里面用一个random state的啊 抽一个对吧 有返回 注意了 就是说你一个决策数在建立过程 你抽一个不代表 这你原来的这个东西少了一个 那这样的话 你抽N次原来还有多少 0了吧 你所有样本就抽没了 对吧 所以要注意是有犯规的抽样 那么这种抽样 我们就称之为什么呢 bootstrap抽样 这就跟你前端的 学的这个bootstrap名字 是一模一样的啊 注意当着这里的称法 是虽然说名字一样 但是它意义不一样 它这里是随机有犯规的抽样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决策数建立的 随机森林建立的过程 你只要把这个过程搞懂就行了 那这里面是一样的 对吧 随机选出m特征 这个m的一般都是比这个 大m的特征是小的 能理解吧 好 那么接着我们看一下 对吧 为什么要随机抽样 为什么要返回的抽样 现在能理解吧 随机抽样是为了避免 每个决策数建立的数都一样吧 然后有返回 那肯定的 你如果说你都抽取完了 那那剩下的这些特征 这些决策是怎么去建立特征 或者怎么建立样本啊 好 这也就是随机和有犯规的抽样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随机森林的API 它的API参数非常非常多 我们这里呢 只是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啊 其他的一些的这个参数 其实也不用去调 那我们一一分析一下 在我们的 注意了 不是tring下面了啊 是insamble 这是一个集成学习方法的API 这个insamble呢 就是集成学习方法的意思 其实还有其他的 对吧 那这里面就一个random forest的classify random forest呢 就是随机forest的森林啊 classify 随机森林分类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数 ninstamers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建立多少颗决策数 一般我在这里已经给了这些经验的数值了 这些值你就要在工作当中 你去给这个值对吧 一般都是给这些值是比较合适的 那这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还是一样 你的每一棵树的分离依据 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信息增益 对吧 这个一般我们就用基尼系数啊 因为它划分比较准确一些 maxadapse是什么 每一棵树的深度啊 你在建立十棵或者一百棵 两百棵的时候 每一棵树的深度是不是都不一样 那你要统一一下 每棵树的深度 你可以去统一 这也是一个超三数啊 是不是超三数 ninstam是不是超三数 也是超三数 好看一下 bootstrap 这就是我们刚才随机有犯规券 它默认的就是处 默认它就是随机有犯规券 你不用管吧 最后一个random state 这个也不用管 好这里面还一个参入 这里一行我写不下了 放到这里的 max features 等于auto 每个决策数的最大的特征数量 什么意思啊 每个决策数的最大的特征数量 就是什么 我们在随机选取这个m个的时候 不能超过一个最大 选取多了 不太合适 是不是容易过你和啊 是不是容易过你和啊 特征一多了 是不是容易过你和啊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注意到你的m这个max feature就是指定你的每个决策数最大能选多少个好这里就其中方式看一下啊每个决策数它有这种 auto默认的话如果你 auto自定啊自动的话它是什么must feature等于你n个feature抽一个根号主要这是一个根号的意思啊去开个根号能理解吧 如果你是指定max feature等于自择账这个根号的 就等于更号 如果你是log2是不是log2求一个数吧 对吧 比如说你是8个log2 那你每个角色数最大有多少个特征啊 3个吧 能理解这个参数什么意思了 好 那么这就是随机森林的这样一个参数 那我们看一下 这些参数是不是都好多都是要去选择的吧 不同的参数对你的这个结果是不是有影响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里面的 最后这个结尾 看到这里 你最后的这个 最大最小的样本数吧 这个也是啊 那这里我们就不演示这个东西了 我们先就来看一下 对于随机森林来讲 对吧 我要去进行超参数搜索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写一下随机森林的超参数 非常非常多对吧 随机森林 我们的超参数 刚才我们讲了有nestimate啊 就几颗决策数吧 nestimate啊 决策数的数量吧 一般这个值我们刚给了 都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 什么啊 每个数的深度啊 哎 maxgan dpth 他的每颗数的 深度限制 每颗 数的深度限制 啊 限制 那这里面我们先假设说 我们就对这两个参数进行调参数 对吧 那我们就按照这里给的值 当然你也可以给一下其他值啊 250 对吧 350都可以 你可以把这些值改了 那我们就先按照这个值 那这里 我就先不直接单独调用这个random forest啊 我用网格搜索去调用了 可以吧 好 在这里我们先呢 把这个决策数预测结果呢 先注释掉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 就用来 随机森林 随机森林进行预测 对吧 我们要进行干嘛 超参数调用 对吧 超参数调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一样 把我们的随机森林API导入进来吧 对吧 随机森林 在我们的fromsk论点 什么 集成学籍方法 ensamble吧 import一下 我们的random forest class法 对吧 好 拿过来 你要超参数调整的这些参数 还要不要在这个实力化的时候写了 不用了吧 好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哪些可以写啊 instruments不用写 这也不用写 这个不用写 对吧 那也说我们这实力化的时候呢 什么都不做了 rf等于 一般的我们随机森林啊 一般会简写成rf 就你有时候看到rf的这个标志呢 就代表是随机森林的意思 好 那接着我就要超参数搜索了 啊 调用 网格搜索调用啊 网格搜索与交叉验证一起来 对吧 交叉验证 一起来 那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要grade search cv 我们是要对哪个方法是不是对这个方法进行调用啊 rf好 注意了你的paramount grade就是你的参数吧 那我们这里面有啥些参数啊 我们构造一个参数的字典 哪些参数 第一个是不是nistoms啊 好 那在这里呢 先写一下nistoms rnistoms的还有一个想叫什么masterdepth 啊 maxdepth 所以这两个参数我们要调的吧 好 我先放到这里这样一个值 那接着我是不是要给他一个列表 只要注意他这里都是什么 啊 列表啊 给一个你的具体的值 100 200 300 120 3 200 300 500 800 一枪 我们都可以拿去是吧 当然 你的这个数给的越多 是不是计算的越时间越长 对吧 这能理解吧 500 呃 800 以前啊 好 我们就给这么多 然后第二个我给的是什么masterdepth吧 max g depth 他的值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删掉了 这我们就不用了 来 看一下他的值呢 我取5815 25 30 585 25 30 5 8 15 25 25 30 对啊 这些值你是可以换的啊 可以换的 只是说单 我这个 比如说你之前总结说 哎 这些值稍微要好一些 对吧 对于某个业务来讲 你稍微要好一下 好 那么可以看到 这他要搜索多少次啊 这里有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这里有几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一共有30次的组合吧 就是这个 每每每两两都在组合吧 如果再来一次 是不是成倍的增加 是吧 这也没办法 对吧 他只能去这样这个死的去搜索 好 拍什么 跃的 等于拍什么 接着我们要去指定交叉验证吧 哎 等于啊 假如说就等于啊 好 这个地方你可以等于10啊 我们让他这个节约点时间 GC点这个 那接着那接着我们就简单了 GC点 费着我们的数据 S train 先把我们的训练数据集都输入进去 然后他就可以计算一些信息商的大小 是不是就可以做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GC点啊 预测对吧 预测准确率对吧 比如说准确率为 注意了 这是在测试集上面的吧 GC点 Score 方法 然后呢 S干 Test Test和Y干 Test 那接着我还把一些 看下他选了哪两个参数吧 好 那这里呢 看一下查看最好结果 或者说最好结果我就不看了 直接查看 这个选择的模型嘛 选择的参数模型 看这里面他选了哪个Estem 哪一个深度 好 这里我们有一个GC点 有个叫 BestParam 这个是一个Param Param 就是一些参数啊 但你可以打印这个Estem的 也可以啊 刚才这个Estem的 他也可以看到参数啊 可以看到了啊 好 那我们打印这个Param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运行 这个结果就行了 注意了 这里随机森林是不能 导这个角色数结构 因为他有很多数啊 他这里只默认知识啊 导入单个的角色数 能理解吗 数的结构只能单个导入 好 那这个就相当于是 调优的过程了 这些参数是不是要选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选得了哪一个 好 这个地方报纸是警告 还是上午我们所说的啊 你这个最好使用这个 lock lock啊 这样的话 是不是运行时间比较长吧 是不是因为每个参数 他就都要经过 两择交叉认证吗 你如果签10的话 他时间又更长了 实际上不行把这个先关了 都换了 了 就这么多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吧 来看一下 屏幕已经滚了 来看一下他选择的参数是哪一个 深度是5 然后呢 他的结果是吧 120对不对 当然这个准确率啊 这也没有什么标准 因为你每次运行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你不是说这个随机算率就比较差 对吧 要整理相同的数据来看一下 你这个预测这个结果的准确率 那么他选择的是这两个参数 5和120 那就说这里面呢 应该是这个5和这个120 是最准确的 当然他正好啊 正好恰巧是最前面这个数据 能理解吧 好 如果说你的数据越复杂啊 你需要这个挑战的可能性就越大 就是说你数据 比如说我们这里数据是比较 也比较少吧 就1000多个样本 然后你每个样本特征数据就比较少啊 如果说你的样本对吧 有几万个或者几十万个 几百万几千万个 那你随机森林的优点就更明显 他就比你这个什么普苏便斯 或者说这个KG0准确率要高得很多 而且因为他每个特征 是不是你特征可以 假如说你现在总共有100个特征 那他每一个样本 或者每一个决策数选择特征 是不是开根号100 是每一个决策只有10个特征吗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决定了 你这个计算过程啊 或者说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对于高维度的这个数据 是不是都可以啊 高特征呢 对吧 都可以 好 那数据越复杂 随机森林的优势就越明显 你的参数 因为你的参数可以调很多 能理解吗 你可以把它调的一个更好的 那 这个什么普苏便斯就没办法 他没有参数需要去调的 对吧 你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对不对 你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就是计算好的 根据概率已经定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角色随机森林 我们来总结一下随机森林的优点 那么他没有缺点 注意了 这个随机森林几乎没有缺点 有的缺点就是什么呢 你选不到一个合适的参数 这就是他的缺点 对吧 你选到合适的参数 就是他的优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单据算法当中呢 他的这个随机森林 这种极准学习方法 是比较好的准确率的 是非常非常高的准确率 能够有效的运行大数据级上 这个大体现的两方面 一个是样本数 一个是特征数 你特征数多 是不是也不会影响吧 对吧 因为他是分一个个的决策数 决策数据做预测的 然后能够处理高维特征的 一个数样本 这里有一点 你不需要降本 对随机森林来讲 降维是不需要的 那你解释吧 他不需要进降维 但其他有一些算法是需要的 后面我会说的 好 那评估 能够评估各个特征 在分类分类问题上 重想能不能够评估啊 既然它是一个决策数 是不是就可以去评计评估啊 其实你就可以用决策数进行评估 那这个就是随机森林的优点 那所以我可以总结一下 这个呢 随机森林 一般的就是我们通常使用的 最多的一种算法 那怎么样去进行这个 当然 里面最不一样的是地方是什么 是不是你的参数 不只是这些参数吧 还有一些参数你可以去调 还有是什么 就是你的这个特征值 怎么准备 是不是这两个因素 共同决定了你最终的预测效果 或者最终的这个训练效果啊 每个数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这个不定的地方 对吧 不定的地方 根据你的数据 好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内容 那么并没有 就是一个认识的